变用的 印钞机赚得太快 引起通货膨胀怎么办 一旦造成美元贬值 其他国家的美元投资 谁来补偿损失 最近中国大陆有人抱怨 美国的次贷危机导致了中国股市的疲软 各位先别抱怨的太早 中国的股市在美国信贷危机展开之前就已经跌过一半了 等到美元贬值 中国央行的一万八千亿美元外汇投资缩水 甚至引发央行资不抵债 那时才应该抱怨了 中央银行承担这等风险 央央大国连这一层窗户纸都不能看破 实在可悲 好 那么各位看官 听我一言啊 所有的经济危机最终的根本呢 都是道德危机 次级贷款的危机呢 就是一个例子 那么这句话说的有没有道理 大家慢慢的可以看下去啊 就知道分享了 好 接下来再关注一下美国总统大选的选情 美国总统候选人的第三场也是最后一场电视辩论会 10月15日晚上在纽约州的霍夫斯特拉大学举行 美国的经济及金融税收等国内民众关心的话题是当晚辩论会的焦点 随后几天两位候选人在胜负南定的几个摇摆州展开最后的冲刺 就像大陆维权运动产生了许多像诸如俯卧车一类的这个新词典故一样 今天美国大选也出现了许多新的典故 大家很多天来在这个广告中啊 在一些新闻中 电视中听到最多的一个词呢 就是Joe the Plumber 即管道工乔 同时还听到了一个词呢 叫做Bradley Effect 即布莱德利效应 这个不是新的典故 那么又是什么意思呢 一起来了解一下 奥巴马和麦凯恩的最后一场辩论会 让俄亥俄州一个名不见经传的管道工 Joe Woods Becker 乔·伍茨·贝克尔 一夜之间成了家喻户晓的大明星 怎么回事呢 原来在辩论会上 两位候选人在对第一个问题 你为什么认为自己的金融方案比对方的好 进行辩论的时候 谈到各自的税收计划 麦凯恩对奥巴马说 几天前你在俄亥俄州竞选的时候 一个叫Joe 每天辛苦工作12个小时的管道工 一直想拥有自己的管道维修公司 但是他看到你的税收方案 认为自己如果开公司就会被加税 而你并没有告诉他 你的税收计划可以支持他 可以帮助他 可以提升就业 事实上几天前 俄亥俄州管道工Joe和奥巴马的这段 长达7分钟的对话被媒体录了下来 最后奥巴马对Joe说 我并不是想惩罚你的成功 我是想让你身后的人也有机会获得成功 我认为如果你把财富均分给他们 对大家都有好处 于是Joe De Plummer 管道工桥成为奥巴马劫富济贫税收计划的代名词 居系当晚的辩论会 Joe De Plummer这一词被提了多达26次 另外在美国选举的民调中 还有一个叫做Bradley Effect 即布莱德利效应 就是非一候选人的民调失准 这个布莱德利效应源自于1982年 洛杉矶黑人市长民主党的Tom Bradley参选加州州长的时候 民调显示他大幅领先共和党的对手 连民主党都认为胜券在握 但是选举结果 Tom Bradley 却落选了 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调查发现对非一候选人的民调 一些选民往往不愿意说出自己的真实想法 即便是不会选黑人 但却不说 以免落得歧视的口实 据政论家分析 这里的民调水分大约有6% 那么今年布莱德利效应 会不会也出现在奥巴马的民调中呢 政论家认为 随着时代的发展 没有那么多人太在乎种族问题了 特别是今年大选 由于华尔街的金融风暴 使民众对小不实 及执政八年的共和党政府非常不满 即便是存在着布莱德利效应 也不会有那么大 有人认为大约有3% 也就是奥巴马的民调减掉3% 可能比较接近真实的情况 所以奥巴马必须要领先 麦克恩3%以上 才算是真正的领先 信唐人电视台 记者杨小梅综合报道 好的 感谢小梅 给我们解释了一下这几个词的意思 下面还要来再关注一下 是今年诺贝尔奖的情况 诺贝尔是瑞典发明家 175年前出生于瑞典的斯德戈尔摩 他一生致力于炸药的研究 在去世前看到了炸药的破坏作用 就把他所积累的巨额的财富的大部分作为基金 以每年所得的利息设为奖金 分别授予在物理 化学 医学 文学 以及和平 五个领域对人类做出重大贡献的人们 1968年 瑞典中央银行又出资 增设了纪念诺贝尔经济学奖这一奖项 所以诺贝尔这个奖项一共有六项 今年随着诺贝尔经济学奖在10月13日的揭晓 2008年 诺贝尔奖的所有奖项得主都已经出炉了 总共是12个人分享了6000万瑞典克朗 相当于600万欧元的奖金 下面请来看看本台驻瑞典斯德戈尔摩记者 发来的综合报道 2008年 诺贝尔医学奖奖给了三位病毒学家 表彰他们对导致子宫静癌和艾滋病病毒的发现 德国人哈拉尔德·楚豪森早在70年代发现了导致女性子宫静癌的病毒 这是女性第二最常见的癌症杀手 法国病毒学家弗朗索瓦斯巴尔西诺西·吉里克·梦塔尼 在80年代初首先发现了人类免疫缺陷病毒 又称为艾滋病病毒 到目前为止 人类尚未找到针对两种病毒的有效治疗方法 但他们的发现对预防抑制病毒无疑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今年的物理奖似乎成了日本人的天下 并且都是在量子物理基础研究领域 87岁高龄的美国芝加哥大学日一教授南部杨一郎 早在60年代发现了亚原子的自发对称破缺机制 后来日本驻坡高能加速器研究所的小林成 和日本京都大学理论物理研究所的益川敏英 又把杨一郎的理论加以扩展 发现对称破坏理论 预言了至少六种夸克的存在 丰富了人类对宇宙起源的认识 诺贝尔化学奖由三位科学家分享 80岁的日本教授夏春修 美国人马丁查尔菲和美籍华伊前永健教授 由于绿色荧光蛋白的发现 而造就了生物领域最重要的研究工具之一 科研人员可以借此工具 最终蛋白质的相互作用和运动 从而揭开一些复杂生物化学过程的真实面貌 比如脑细胞的活动 癌细胞的扩散等等 文学奖桂冠被法国作家勒克莱奇奥独自摘取 现年68岁的克莱奇奥出生于法国城市尼斯 1994年法国读者调查中 克莱奇奥成为最受欢迎的作家 经济学奖由于今年的世界经济形势动荡而备受关注 最终由美国教授保罗·克鲁曼独自获得这项经济界最高荣誉 他由于对国际贸易和经济地理的研究获得此奖 2008年的和平奖奖给了芬兰前总统马提·阿提萨里 他在过去30年中对几大陆解决国际冲突问题做出了重要贡献 其中已在05年调停印尼亚齐省的内战 使印尼政府与亚齐反抗军签订和平协议而享有盛名 2008年的六项诺贝尔奖由于和三位华人有关而受各地华人的关注 一位是获得化学奖的美籍华人钱永健教授 他是中国已故科学家钱学森的堂侄子 另外两位人士是中国著名维权人士胡佳 和被称为中国良心的高智生律师 中国的执政党恰恰希望利用奥运会来确立 他这个所谓和谐社会统治的合法性 在和平奖揭晓前 瑞典报界称他们是今年和平奖的热门人选 挪威国际和平研究所所长斯坦恩 腾纳森曾向媒体披露 诺贝尔和平奖评委可能会挑选一位中国的行动家 对此中国外交部作出公开反应 要求和平奖不要给中国的人权活动家 胡佳在奥运前被当局以颠覆国家罪判刑三年入狱 而高智盛早在2007年底就被公安带走 至今下落不明 12月10日是诺贝尔逝世纪念日 诺贝尔各项奖项也在这一天颁发 除了和平奖将在奥斯路颁发外 区域五项奖的颁奖仪式都在斯德哥尔摩举行 今年每项诺贝尔奖的金额认为 1000万瑞典克郎约合100万欧元 这里是新唐人驻斯德哥尔摩记者站的综合报道 好的 感谢我们瑞典记者的报道 朋友们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 再次感谢您的收看